紫杯心法语 柔软 使身语意如羊毛柔软 使自己的内心调柔极尽千下 是自己应该学习的事 阿底下尊者说过一个比喻 如果是修行很好的人 身语意三门 就像脚踩在羊毛上一样柔软 不会因为一点点小事 而烦恼大作 阿底下尊者说过一个比喻 慈心瑜伽 一 身体柔软是一种福德 如 王夫人者 本大国王女 端正无双 手足柔软 贤顾长者之子 束缚姻缘 受天国报 身体柔软 犹如初出心嫩花枝 优优独播剧场上 二 修炼瑜伽 可以使身体柔软 但是前面所指两位 却不是勤作瑜伽而得 而是过去是 掌养慈悲柔和之心 所获得的福报 休息慈悲使心柔软 身体也会跟着柔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柔和心意修行 一 佛菩萨所说的柔软 有柔和调顺 调幅 不急躁之意 弟子 是否具有柔软心 尝试圣者 是否施教的判断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 例如佛在长阿涵游行经理 直到安婆婆礼女 柔软和月 应盖为伯 亦可开化 几位比女说 似神帝 三 内心柔软 不仅令周遭的人合约 还是修学佛法的重要德性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一起说柔软语 一 佛陀与菩萨 皆善于言语 柔软和雅 常 依柔软语 非粗旷语 一 柔软词为他人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以柔软音 演说法药 地义有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 圣者出言柔和 说话内容能利益有情 完全不是像世间人 为了巧取财物 故意用娇柔的身影 假情假意地说话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使心调柔 一 心里的贪爱 嫉妒 憎恨等 都是伤害众生的起因 但其实最先受伤害的是自己 例如贪爱时 自己先受影响而失去平静 甚至执着到睡不早 在学习中心的起因 谁先受伤害的 是伤害的 那是伤害的 小孩的我 是伤害的 在学习中心窗战 是伤害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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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 而贪爱是由心发动 借由生语表现出来 所以要止息生语的爱知 首先要让贪主之心 转为极静调柔 佛法的万种工具 一 尽管能将无常 业国讲得头头是道 若未能结合羞耻 那就毫无意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非让自身形仪非常调柔 才能将听闻的法与自信结合 与己才有真实利益 能神功德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 柔软 是佛法的万用工具 能融化称恨贪质 能守护戒品 能柔法如心 将所听闻 教法与自信结合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山落水 一 拥有柔软的心非常重要 特别是在这人类容易起纷争冲突的时代 不仅可以保护自己他人 柔软心的培养 更是整个佛道修心的终点 二 有一句西藏谚语这么说 一个修行人内心是否柔软 就能看出他有没有获得诸佛菩萨的加持 可见心力是否柔软 是修行好坏的重要标准 感谢观看